大家好我是一老輝啊 上一部影片我們講到這個 怎麼樣把Win10系統放在我們這個安裝 USB裡面 我們製作了一個安裝系統的USB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 怎麼樣在組完電腦之後我們要怎麼樣來安裝 怎麼樣開始安裝我們的系統 那我們組完電腦之後呢我們首先開機 開機之後我們要進到我們的BIAS BIAS裡面 那如果你進不來了那就糟糕了 那你可能要去檢查一下你哪裡安裝有出問題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的BIAS畫面 我們這個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我們的SSD已經有找到了 SSD找到之後我們要把啟動的優先順序選好 就是我們的USB的這個 當作是第一個 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離開 然後按接受 那我們的電腦會開始做這個重開機 重開機 那重開機之後呢我們就會讀取到我們的這個USB 那USB的畫面就會跳出來我們的Windows 好那它就會讓你選啊時間啊 然後Windows啊 然後輸入法 然後你就按下一步 好立即安裝 好那這邊啟用的部分你可以先按我沒有產品金要 我們可以等安裝完之後再來做這個啟用的動作就可以了 那你要選擇你的安裝的 我們大部分是家用版 家用版 然後接受條款按下一步 然後這個部分呢我們要選自訂只安裝Windows 我們選擇下面的這個選項 選擇下面的自訂只安裝Windows這個選項 那選擇了之後選擇我們要安裝的目的地在哪裡 我們剛剛BIOS要看一下有沒有抓到 有抓到的話我們就是安裝在這個裡面 好那它系統就會開始做安裝 然後再來就是跟著這個安裝的步驟一步一步的來完成 好那我們安裝到一個階段的時候它會需要 重新啟動 重新啟動 那它就會就自己做這個重開機的動作 好那重開機之後就開始進入到我們的Windows系統啦 那就代表我們的安裝算是成功了 那你的一些設定啊網路連線啊 你都可以慢慢在做設定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這個 安就是你這個 電腦組裝完之後要怎麼樣來安裝 用我們的製作的這個 系統USB 來做安裝 好我是葉老輝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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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